Closer 陳冠偉 要來打卡上班 凱士曼球數 夾球出手 在右外野方向 標野手已經是鎖定住了 截殺出局 董秉軒也守得夠深 精彩 還是用訴求 讓安可變成人體電風扇遭到了三陣 訴求好像沒有很快 但打的來講真的是很容易揮空 講出局一流跑者 輪到胡錦龍打第一球 在右半邊 出現一個平非安打 原本在一壘的跑者上到了二壘 準備得很早 就想要來攻擊他的肅前 反向的攻擊 定化球進來 打者最後是站著不動 遭到了三陣 結束帳比賽 中場魏錦龍就是以十一比七 四分之差 傷害了同一十四連敗 那反觀 魏錦龍這邊是衝出一個四連勝 所以一來一往 雙方在全年度戰績的一個差距 擴大來到了四場 那廖建復這個半局 登場打第一球就是中外野的安打 廖建復他代打的是余德龍 對 這次的代打就建功了 壓力還是很大 加上他又是連三天登板 三陣手有所防備傳二壘封殺 哇 這個手臂非常的關鍵喔 劉基鴻等在那邊 對 讓樂天這個出局沒有推進的效果 跑了 螢蟹在外側 氣球傳過去 水 哇 真的很大難喔 為什麼講說兩個好球沒有壞球之後到了會暫停 因為他有掉球的一個空間喔 龍隊要挑戰 那這就是龍隊在正規九局的第二次挑戰 確實喔 腳已經進去了 感覺上是 確實是safe啦 對 從後面來看好像 或許龍隊翻盤的機會還高一些些 對 因為可能是不是兩 右腳才有壘包之後 滑過去之後兩隻腳同時離開了壘包 好 判決是 對 所以 揹起原判 那陳成薇就演出了本場比賽第二次的稻裡成功 尖叫球 哇 漂亮 直接凍結住李立 塵冠偉用三陣抓到第二個出局 又跑了 哇 陳成薇 單場第三道 確實 有沒有出放 有沒有出放 有 一人閃裁定出放過半 哇 再見三陣 陳冠偉救援成功 再見三陣掉的成進 龍隊這場比賽 靠著七局下半的兩分逆轉 最後就是以5比4 打敗了樂天桃園隊